伊朗核談判重啟露出了曙光 伊朗核子問題首席談判代表卡尼 3號在推特發文表示 各方已經同意 11月29號將在奧地利的首都 維也納展開第七輪的談判 目標是消除各項違法 而又不人道的制裁 而這項消息也獲得了 美國跟歐盟證實 我們已經明顯了 伊朗的繼續發展核發展 不建立 華府方面表示 美國希望伊朗帶著善意 回到談判桌做好協商的準備 一方面說 如果伊朗代表態度認真 短時間內就能夠敲定協議 卻同時警告 如果伊朗還是繼續挑釁 推動核子試驗的話 機會之窗不會永遠敞開 展現立場不退讓 然而6月伊朗的強硬派總統 萊西上台之後 時的核談判也跟著喊咖 儘管時隔快半年 終於要恢復談判協商 外界卻預期 萊西政府將會採取強勢的立場 也讓伊朗核談判前途充滿變數 從銅板市民經濟 到國際貿易佈局 看見新東協節目 感謝您長期的支持 現在我們全新改版 延長為一個小時 華語新聞台 看見新東協 帶您更深入探討 東協商情語正經發展 華語新聞台 新東協商情語正經發展 牛承梭 進大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